也是我的母校 算是我的學妹 然後她的老師是很有名的 那個關松菩薩高萬桑姆老師 對 然後她的研究啊 博士論文主要就是今天這個主題 研究四川的一個地方的道教 那你知道我們現在跟那個謝士維教授 跟張大海教授 我們在合作一個 激化歷史一般在伊朗道教 那我們當時看了很多個神 很多個田野點 但是因為我們四川沒有合作者 所以一直沒有辦法開展 我大概是四月中吧 去了一趟四川 我發現那邊非常豐富 其實她原來就知道變成豐富 那去了之後才知道有多豐富 那我就趕快想到說 那個傅貞他當時博士論文 寫的是這個題目 那很多細節 他因為關注的點比較分散 那這個是其中他關注的一個主題 我想說今天會給其他來跟我們講一下 一個是我們這一個學期的課 是道教醫師專題嘛 一個是我們的主題 那一直跟我們地方道教有關的 那我想我時間就不要浪費太多 我們熱烈的掌聲歡迎 謝謝各位 謝謝你們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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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 謝謝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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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常用的詞彙或指射的對象 那為什麼會這樣的 就是因為這個研究就是基於一套 刻意的衝擊就是廣誠一致 廣誠一致它是一套編製相當大的科本 它整套全部都是科本 那目前大概我們還可以找到 超過三百科的科本 這套集資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照片 是香港紅營監管 圖書館裡面的收藏 現在這個刻板的呈現的方式 大概都是從這個 成都二吉安的印記錄印發行的 然後這個套裝是非常精美 但是也非常昂貴 那這個就我主持朋友 基本這一套大概是 一零年左右購買的 那當時的尺寸是十二函 然後大概每一台裡面都有二十支冊 所以他們當時收的是兩百五十六顆 那每一顆的單顆就是一本這樣子的刻本 然後旁邊有支筆 你可以看到大概是怎麼大的這樣子 為什麼要同意講述的二零一零年 因為他每一年出的都會稍微有點不一樣 這樣 這樣 好 好 好 我們 這個是大概清代末年的時候的 四川 那我要介紹的地方是 這一筆 等一下 這裡是重慶 然後這邊是那個成都 然後呢 我們可以看到那個 成都那邊是 像是那個 像是家裡江 然後原來是 河島 然後這間是 培江 培江 濱江 米江 然後這邊是那個成都 那成都上面一點 在這個地方就是那個 杜江燕就是青橫山這邊 然後成都 成都市區 然後成都往下一點是那個 大翼雙流 這一塊呢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在這幾個水域中間 這一塊呢 就是清帶到國民政府時期的 所謂的川西地區 那是當時的川西 那當然現在四川就變得非常大 所以是在四川的東部 那可是 我們在看那個文件的時候 他們就會說這個是川西地區 那這一塊通常我們都會叫做 成都平原或者是川西地區 那廣城哥里主要就是在這一帶 他所謂就是他 這是四川特別附屬的地方 所以他的那個 這個道教的廟裡就非常的比較大 然後道士的人數也比較多 那相形於這個四川其他 比較山區的地方來講的話 這一帶的宗教活動 也就會比較多 所以他是 可以在這邊就是特別興盛 那當然出了川西一帶的話 那請問來說是整個四川 甚至是包括少部分非漢人的地方 他們也都有在行過 成爐可以 不過呢就是在重慶再往東邊 或者是這個這個地方 就是快要到頂的這邊 他其實就是川東跟川北的上面的話 他其實武術比較盛行 就是當然他也是有道教 可是這些地方的話 他們會相形於廣城科宜的 那個形態來講的話 他們會更 更有自己獨特奔放的地方這樣子 目前既有對於廣城的研究並不是很多 那他幾乎所有的研究都認為說 這個廣城一致 他就是一個全然是全真的傳統 那確實我們今天用今天資料來看 也多數我們呈現的 我們會看到的資料 跟我們進到田裡會看到的表現 多數還是以全真為目的 但是我們我自己就很清楚發現說 並不止於此 他還包括了很多其他一個派別的傳統這樣子 但是因為他確實是一個主流 那我們今天就從全真這個角度來切入 四川的《倫文派單臺必動宗》 是四川唯一一個 從地方開宗地派的全真派的這個 這個之邁 那單臺必動宗他是全真派第十代弟子 陳清爵他所創立的 我們知道那個龍文派的那個派師就是 是道德通權競爭堂首太清 那陳清爵他是第十代弟子 那他是1606年到170年 就是清爵初期的人物 那他是湖北武漢人 他當時是在古當山出家 然後派師是龍門第九代律師張泰林 派張泰林也是 陳清爵他出家以後過了一陣子 他沿著那個從武漢這邊 就沿著這個山就進到了 那個時候是清代初期 就是非常非常破敗 就是整個社會的戰亂 包括改朝飯袋 然後那個張信中火川 還有包括在我們西北方 那個大小金川 就是跟那個那個蠻夷那邊打仗 那個之後那時候的四川 是非常非常豐百 人數非常少 就根據記載通常那時候 大概剩下十分之一的 派人輸出這樣子 那在這個時候 陳清爵跟他五位 這個當山出家的道旅 他們就相約一起進入四川 來接續道統來宏道 那他們就是從武漢進入四川 那從武漢進入四川呢 不只是道士 他其實還包括了 就歷史上非常有名的一個事件 就叫做胡廣鐵四川 那我為什麼要講這件事 就是為什麼要特別提到 胡廣鐵四川 除了因為就是 他跟陳清爵走進來的路線 可能很相似以外 另外一方面就是 剛才有提到四川的人口 大量的死亡以後呢 這個用政府的力量 然後移入了人口 那移入了人口 不只是帶進來新的火深蒸的人 還包括帶進來他們自己 當地的文化 那文化裡面也包括了 當地自己的道教育士的特色 那這個我認為他也相當的影響到了 後來廣成一支 對於各個地方移民 帶進來的可以傳統 然後他把它融合 以後變成一個屬於四川地方 比較在地型的 就是廣成一支的傳統 那我們根據現在 可以看到的 這個龍門正東壁路荒荒之谱 這個是 現在可以看到的版本是 這個光緒二 光緒三十二十四年 就是一九 一八 忘了 末期 然後民國三十五年 就是一九四六年 這個時候他編輯 那當然之前好像也有編輯過 這個我們不是很確定 那他是在清晨三天時鐘 也就是說那個 碧洞堂他其實有兩個主題 一個就是這個陳其訣他最後 引修跟住持的就是 清陽中隔壁的二賢安 在成龍市區裡面 那另外一個就是天獅洞 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陳其訣他們幾個道 五個道旅一起進來四川的時候 他們最早是在天獅洞 不是就在清冷山 包括了天獅洞還有往上的幾個廟子 他從那邊開始 然後慢慢才往其他地方走 所以我目前知道這個碧洞座 有兩個主題就是天獅洞跟二賢安 然後我們看到那個中間那一則 剪下來的是就是在那個知府裡面 介紹他你的 碧洞堂的開山主詩就是陳清爵 然後他有一些簡單的詩詩 可是呢雖然這要跳回我們今天的主題 主題是黃澄雲之這個科儀 雖然說這個陳清爵他在創立的弊動中 他讓自死以後在讓全真在四川 變得勢力很龐大 但是就我們所知 陳清爵他可能並不是一個 驚於科儀的人 所以呢這個黃澄雲之呢 就要跳到 我們看到真長手派劇 易陽來副本 我們就要跳到第十四代 陳復慧 我們看右手邊那個 這是他第十四代的知府裡面的局部 陳復慧他的師父是毛來育 住持漢桌老軍館 那毛來育過世之後 然後毛來育了幾個徒弟就大弟子留守 這個老軍館那幾個徒弟他就四散 那陳復慧就是我們今天提到 今天這個主角黃澄一致的編展者 他就後來就住持了這個溫章盤王寺 那這個是知府裡面對他們的記載 陳復慧他是這個被赤豐藍臺真人 他是永久十二年到嘉慶十五年 約是1734年到1802年而已 他本齡仲遠也好無封於客 他是新京江家圖 現在這個江家圖裡面的人 而是全真龍的派帶來 碧龍中第十四代的弟子 那他最後是住在溫章的盤龍寺 溫章大概是在那個成都市的 稍微北邊一點點不是太遠 就是其實剛剛那個圖 剛剛忘了說就是 為什麼這個川西平原 他會這麼 就川西平原他的地理為什麼這麼重要 是因為我後來覺得他大概是距離 如果以成都或者是以清陽公園 不是以清晨山來講的話 他們彼此之間大概都是現在開車 兩個小時左右的路程 我覺得這大概是這個 倒是願意受聘去外地做法事的體能 或是心理上的上限 我覺得這是有可能的這樣子 好 那我們回來這邊 那他後來住持溫章函龍寺 然後就是最後也站在這邊 那他很重要就是 他是廣誠一致的教集者 根據一些 根據他很稀少的史料 你知道說這個 陳復慧的師父毛來遇過世的時候 陳復慧是二十歲左右 那他到了四十歲的時候 他才接任了溫章函龍寺 那在這二十年之間 其實他並沒有一個很穩固的住在點 那可是這二十年之間 其實我們不是很清楚 他這二十年是怎麼樣在遊歷 我們只能假設說 他雲流了非常多的地方 那他的師父毛來遇 同樣也是不經於可疑的一位道士 所以呢 對於這消失的二十年 我們是非常自己厚望 就是希望說我可以 慢慢的越來越多發現資料書 他在這二十年之間 他參訪了多少地方 那他參就是參濕了多少 不一樣的前輩以後 才讓他能夠承襲了這麼多的 大概可疑的能力知識 然後才編論很廣成一句這樣子 那 嗯 介紹幾個就是大家對他的想法 跟他自己對自己 嗯 就是這麼強調可疑的這個 的心意 這個雅一集是他自己寫的文件集 是非常能夠搭配廣成一致使用的 不但是他本身就是他記載了一些 他做過很大型的儀式 作為這個我們在歷史佐證上的資料 然後他的這個文件集裡面 有很多是可以讓後世使用的這樣子 然後他在那個雅一集的序裡面 講到說他為什麼這麼重視科疑 他是因為為了要笑達古心 而救世之心全全圓懷 就是他認為這個 刻疑是最能夠祭世救命的 然後在這個民國的冠建制 他雖然是民國 他其實是千代末期的東西 那他在讚美整部分的時候 就說他是焰佛文魂 校正廣成之術始終 那在這個目前沒有發行的 廣成一致的元序裡面有提到說 廣成一致他是齋教科的 遇國遇民無異言這樣子 我想要抽他就是說 在前復元之前的四川地方 雖然就是前復元他已經到了康熙年間了 就是四川已經開始就是 人口也長回來了 然後也複數了起來 可是在這個 從陳俱訣一直到 陳副會這一段時間以來 其實四川的道教科疑的興盛 或是發展的狀況 其實我不是很清楚 因為在陳副會之前的清代 不管是歷史溫傳說裡面 都沒有關於就是經歷科疑的 道教人士的紀錄留下來 那我不太應該是沒有 在全真方面的科疑的能源 那在這一方面的話 我們知道移民帶進來 很多富含地方特色的 應該就是我們揣測一定是這樣子 但是到底有什麼 其實目前也沒有找到 相關的紀錄 所以就是我們就要對陳副會 這個人非常敬語厚望 因為我們不能說他五中生有 可是確實是在四川清代開始 就是我們可以說鋪廊田之端 他是讓整個四川的 不管是人口經濟文化 各方面重新實態 那在這個從幾乎從零開始的狀況之下 在陳副會之前確實是沒有一個 經歷科疑的人的名字或事跡流傳下來 可是很可惜的是這個 我們對於陳副會的生平 我們也知道非常少 但目前能夠確定的是他的恩施毛萊玉 他陳副會從小就是父親過世的早 所以他大概要年有十幾歲的時候 他就出家拜師 就拜在那個毛萊玉就是 拜在毛萊玉門下 那我們還從他的那個傳記裡面知道說 他有拜過一位儒生的老師 那這個老師他就是純粹的共生 所以採測說應該就是教導他這個 文學跟這個 就是跟道教沒有關係 但是可能會豐富他未來在書寫跟創作 寶審是上面的能力 然後呢這個 這個非常空白就是我們非常想知道的 就是三詩的部分 這個目前確實沒有資料 但是就是很詭異的就是 大家都說沒有資料 可是大家會說一定很豐富 可是到底怎麼樣我們不知道 那就要講到說全正的另外一個 就是因為廣城一致這個科研 他在四川的特色就是說 只要在川西地區之內道士不管是全真 不管是正義都用這一套 也就是說你去廟底說 道長大長我要請法師 或者是說你去一個街邊的道壇說 道長我想要做一個什麼樣 什麼樣的儀式的時候 大家幾乎用的都是廣城一致這樣子 所以他 所以他對於四川的火居正義來講 他就是創立廣城壇的主持 確實是這樣子 然後包括他這個過世的這個 溫江台龍寺 他就是火居正義的廣城壇的主廷 在民國時期還有包括之前 陳夫會的名誕的時候 正義的廣城道士都需要 都會去這個海龍寺去業種這樣子 就是從前是這樣子的 那還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另外一個證明就是他住持的 溫江台龍寺 他其實是一個正義的寺廟 在陳夫會他被受邀去海龍寺 住持之前 這個海龍寺是當地一個搖姓人家的 說是家廟 然後他們都會四川這邊 他們都會請和尚和道士來主持一個 就是也不一定是和尚和道士 有可能是這個鷹鷹 就是來主持這個道 就是主持鷹鷹 那他後來 這可能有牽涉到一些經濟上面的問題 就是大概郭吳老師都能照顧那個研究 不過這個還不能確定 那我們就不說 那在這個 我們剛剛有看到在這個 畢動長道士部 他是列在全針裡面的 這個不用寫 他一定是畢動中的弟子 然後他也住持了溫江台龍寺 那為什麼我們會說 台龍寺他是正義的寺廟呢 就是我們除了陳夫會跟他的弟子 那個田本飯之外 就是我們可以從那個 知府裡面來說 他只承認了兩代以後 這個 盤龍寺這個名字就被提出了知府裡面的這個進入 所以還包括說就是我們也有在地方誌裡面看到說 這個之後的盤龍寺 他還是繼續是姚家人所支持的廟宇 所以我們相信說陳清爵跟他的弟子 他只是短暫的進駐了這個廟宇 短暫的住持了可能幾十年 可是他並沒有 並沒有讓台龍寺成為正義的 正義的支脈 就是持續的成為他的支脈 他只是短暫的占人的這個廟這樣子 那講到這個正義的部分的話 進入廣城壇 其實在四川來說 就是我們從方誌來看的話 四川的權責很多 在清代來講這還滿意的 就是相對在其他地方來講 這個是比較意外的地方 那在對於方誌來講的話 通常他們都會覺得說 正義跟權責大概是一半一半 就是不過這個他們 因為畢竟是方誌 他們其實這個不是很細緻 他們有時候會用正義權責 有時候用國具出家 或者是術法不術法 不過可以很粗略的知道說 確實這個權責或是出家的當事 在四川來講是滿多的 那在比如說以成都市 就是舊的成都市 包括華陽跟那個成都來講的話 確實在清代末期的市制來講 他們覺得是各各辦 所用的這個狀態這樣子 然後儀式上來說的話 這個權責跟正義就是很清楚 就是很可以直接就來對應 行談跟進談 行談就是權正義 然後靜談就是權正 那這個行跟進 它有兩種很生動的 這個劃分的大概算是概念 因為就是音樂上面 正義的音樂是比較 就是在羅伯或者是那個 系列上用的是比較 比較金屬比較重 比較好賣 然後靜談的話 就是權正他們用的東西是 就是偏私足或者是這個管笛之類的 然後是就是比較廟堂之內的 通常是這樣形容 還有八戶就是在這個坐洞上面 這個行談它會有比較多的 這個大的五方面的事情 那靜談的話幾乎是沒有的 靜談的整個表現來講的話 其實就很類似在靜談之內來講的話 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 真音的廣城潭它還有一個 我不是很確定是不是全部都這樣子 就是就我所知的幾個例子來講的話 就是它在廣城坑里之外 他們會有少數 還保留少數的原鄉的坑里的特色 比如說我一個比較熟悉的報導人 他是這個廣東客家人 就是 所以他們會某一些很少 非常少非常少的儀式 目前剩下三科 他們會用廣東圖畫來說這些 來使用這個儀式 然後他們在這些儀式 就是在使用這些儀式的時候 他們會呈現出 quelque化 一個他們自己傳統就是眉山的髮角 可是這個儀式 因為只服務於當年來的客家人 就是從此之外的人 大概也不會請那間儀式 所以那間儀式好像慢慢的 近年來都不怎麼做 廣城坑以當前的活動情情來講的話 就是泉珍我們可以說 因為當地的道士都會說 這個目前泉珍有四大山頭 就是成都的青陽宮 新京的老君山 大義的荷明山 冠仙或是都江燕的清晨山 那我自己的田野來講的話 主要是在成都的青陽宮 還有那個大義的荷明山 那我們看到那四個山頭 其實雖然也都是那個 二十四支裡面的壁點 可是他現在 好 然後呢 在正義來講的話呢 確實是因為政治 好 不管是不是政治 當前現在的 現象的呈現上來講的話 正義在四川是很 相對被壓抑 然後相對比較發展比較差的 那我就我所知 已經有以正義的傳統來蓋廟的 在我的四川成都平原裡面的話 就是在金唐 還有武鳳還有溫獎這些地方有 那 可是這些情況 我們都不能說它是純粹的正義 或純粹的權證 它有相當多的複合的情形 這個複合的情形是指什麼呢 主要是指就是 當然是在科研的前提之下 那主要指的就是說 權證的道士跟正義的道士 你可不可以一起搭配來做儀式 畢竟我講說就是 廣誠可以是 全正道士跟正義道士都在使用的 好 那我現在舉這幾個例子 這幾個 這都是全真的 左上角的地方是這個 成都青陽宮 那因為青陽宮算是 成都市區最大的廟 它也是中國西南第一個 一個道教時光叢林 它目前還常住道士 大概有五十到一百個人 所以在青陽宮裡面 完全沒有問題 是因為人口非常的繁盛 人才積極 所以在青陽宮裡面做儀式 絕對都是權證道士 這個沒有問題 然後右手邊這張是那個 賀明山 那賀明山目前來說的話 大概常住的 錢當家共當家起來 大概有二十人左右或以上 所以通常來講的話 就我所知都是全能道士 但是有時候因為 因為賀明山現在發展得不錯 有一些高工 他開始收一些暑假定司 所以在去年開始我看到的一些照片 或是我最後一次看到的情況的話 就是可能會有一些暑假弟子來打下手 可是他並不會穿上到跑登坎演法 那左下表彰是那個青城山 青城山完全沒有問題 因為青城山整座山大概有六七座以上的廟 那他們的做法比較奇妙就是說 也不是說奇妙 就是他們的生態是就是 他們是一個聯盟 就是青城山這麼多廟裡面 他們就底下就是那個倒學中心嘛 所以他們其實 大家都是一起學的 所以不管是感情好還是這個 反正他們的人力是互相交流的 所以如果今天天之洞在做的時候 那可能人不夠就打電話上去 喊兩個人下來做 然後可能上面那個主持人在做 然後就搭互相幫忙 這個 這種情形在青陽東跟賀明山不會發生 可是他們會請人來幫忙 也是可以的 可是通常在人力充足的情況下 他們青陽東跟賀明山 他們都是自己的廟室裡面就自己解決 那青城山的話 他們都是傾向就是以三為單位 然後一個團體 大家互相流動這樣子 然後這個右下角這樣也是賀明山 那他們有一些法式會向外做 有些法式向內做 所以這是不同的這個面向 那這張照片還有一個值得看 就是他們儀式有一個 他們在行儀式有一個蠻規整的整隊 就是說要出 要進進壇跟出壇的時候 大家會列隊進來 那通常就是從京師先走 然後高峰押正 然後他們進來以後 他們會先在內壇兩邊 兩邊站好以後對拜 然後才會 才會進來就是各就各位這樣子 那結束的時候也會 就是他們會敲那個慶 就是那個小的那個慶 然後敲了以後呢 大家就會魚罐走出來 然後再對拜 然後再散出來 那這個有時候在那個課本裡面就不寫 然後就會寫行李無意 那大概就是幾個東西這樣子 這個環節 然後這個呢 我們可以看到正義門位 這是我所知道的那個四川地區 還不是不能這樣講 成都平原地區最早復興的正義的老廟 在金堂 那他們是復興的一個舊的廟 叫做龍王廟 然後後來他們承接了這個廟以後呢 因為這個地方金堂 在古代就是那個珍多寺 所以這個罐後來就改變叫珍多罐 那右手這邊這張是珍多罐的鎮店 當天是珍多罐他們開光 然後那個中間這位高工就是住持 那他是正義道士 可是他是行廣城科醫的正義道士 那這一天的開光 他是一整天的活動 因為道士他雖然是正義道士 可是他因為他本身是行廣城科醫 所以他會他請了 從外力請來一個全真的行廣城科醫的高工 來跟他搭配一起做整天的儀式 那可是因為他是全真道士 他有一些全真的道母 那在當天的時候 這個道友來的時候呢 他也請他們做一場 那就會很清楚地區分說 這個道友是正義道士 可是他不會行廣城科醫 因為他不是這一區的人 他是那個更西邊這邊來的 只是就是來參觀的朋友 那這時候呢 他們自己就會自己行這個正義的科醫 那這個楊胖子他自己上場的時候 他就是做全真 他就可以跟他請來的全真的精師來做搭配 那他行的儀式跟他請來的正義的高 全真的高工做的儀式是 的相像度是遠高於這個 他請來的正義的朋友這樣子 那這個廟呢也很特殊 這是一個比較小 然後最近才復興起來 可是他就是很小 他就是他其實沒有文意 就是這樣子 是在成都士去叫做一個娘娘廟 那娘娘廟他是 清陽宮底下的子孫廟 所以這個娘娘廟的住址 他是清陽宮派來的 可是即使是這種情形 他因為他的廟非常小 然後這個營運上是比較困難的 所以呢 這個他兩邊的軍室 就有一些是居室 就不完全都是出紮的全人道士 那居室的話大概就是那附近的老人家 然後在這個宗教政策開始鬆綁以後呢 就是比較積極的參與這個宗教活動 居室都蠻資深的這樣子 那除了居室以外 這個廟早幾年蠻特殊的是 中間這個高宮他是正義的 那這個正義的高宮呢 他不是四川人 他是北方來的 可是他拜了一個四川的師父 拜了一個四川的廣城的師父 然後他開始學會了 使用四川光話來說話來念來唱頌的時候 然後他有六美積的這個能力去做以後 他就可以成為高宮 就是在廣城來講 我覺得他的這個包容器很大的 就是他不是很有這麼大的門派的界限 那像這個廠子來看的話就是 有很少數的全真的道士 也有部分的這個信奉全真或是練習全真 科宜 廣城科宜的這個俗家居士 然後也有這個正義的拜全真道士 他本來是正義 可是他為了要來四川繼續當道士 所以他就學了這套法師 然後因為他很選手 他成功了 所以他就可以在中間當高宮 那右手邊這個呢 這個是更新一點的正義的廟 那這個廟裡面呢 他以金師來講 有這個正義的行廣城的道士 也有這個 因為這個廟出了一點人事上的問題 所以這個廟就把一些資深的 很厲害的金師的居士 我要講到這個廟去 然後就是所以在金師來講的話 他有這個居士 他也有正義的道士 然後中間這個刑法的是全真道士 然後這學生道士 他因為現在比較不常在四川 他在外地 所以他回來的時候 他會來這個廟幫忙做法事 所以就是我們可以看到就是 他的組合或者是他的那個 那個認同上來講是放多元的這樣子 好 那大概講一下這個 行廣城可以的簡單的台場布局 一般是行可以的時候 大概就是像上面這個樣子 都是在 主要都是在正殿 仰法式的話 然後就面對這個主神前面放那個 共桌然後左右兩排是金師 那這兩排的話通常是垂直 或者是微微外撇的八字形 然後那個龍邊的最前面是放古 然後那個虎邊的最前面是放 有時候是最前面有時候是最後面 是放大的木這樣子 就是各一邊 然後有時候會放那個請神明坐的椅子 在後面 那這個是 然後中間這個鋪地毯的地方就是 高公會不剛踏頭或者是 撒進的主要的地方這樣子 那行儀式的時候大概是這樣子 行廣城儀式的時候 那另外一種情況的話就是拜燦的時候 拜燦的話他們就不會把那個 金師的桌子排成左右兩排 他們就會全部都面對那個正向 那這個情形就是在廟裡面的話 大概就是拜燦的時候 雲集的時候做早晚課的時候 就是下面這種情況 那 那檀上面的成員呢 通常在這個 他們的傳統裡面 他們的習慣的叫法就是 這個金斑 金斑子 或者是叫檀斑 那根據廣城儀式 使用一顆叫做受植前牙裡面 他就 對這個 金斑的成員做了一些說明跟建議這樣子 受植前牙它其實下面還有很多 那這個是其中就是 比較像是六指這樣子的用法 可是實際上呢 我要說就是這一顆其實現在 因為這一顆它的要求比較大 就是你要可能要做到五天七天 像法師才會用到這一顆 所以現在幾乎沒有人在做 那現在呢 有沒有做的這麼 就是區分的這麼好 其實我覺得沒有 應該要從高公跟副科中間畫一條線 在目前的檀上面的表現來說的話 大概就是分成高公跟金斑子 最最多的時候會在中間再分一個 就是這個打大舞的 通常人會說它是這個第二把手 就是因為高公他背對著所有的金施的時候 當如果談那個當時的秩序 或者是這個秩序出現混亂的時候 通常我們就是要靠這個打大舞的這個 他的這個重新的超級 來作為這個重新引導的這個 然後現在來講的話我覺得確實是沒有這些 那就是高公高公就是成為督獎法師 他需要聲明道義默契真宗 德行幽龍統一譚而為壽 可以達戀和六折居先 威盡聲言功成當景 其實怎麼來講就是 他們對於高公的期待就是 他應該要是整整堂可以裡面最熟悉 刺利步驟跟最熟悉道法的一個人 那其他的話呢 基本上不是很有差別就是 大家通常不會很仔細的說我是做什麼 可是在這個兩班的軍師來講的話 他們通常是有一個默契式的這個職位的任命 因為在這個課題裡面有很多是這個 需要唱賀的句子通常是四句 那可能龍邊的其中一位道士他要說上兩句 然後古邊的另外一位道士要說下兩句 那通常這個搭配通常是成對的 就是一個固定的經班來講的話呢 比如說抹A他要講上兩句的話 通常就是抹B會講下兩句 那這個搭配的組合就是可能是 他們是師兄弟 可能他們是師徒 通常是會有默契的 然後才會組成這個 比較不成文的小組合這樣子 那這些東西這些植物他確實有在運行 可是確實沒有沒有現在沒有強調 或者是想的這麼美好啊 我要我自己看起來實際要就是 那廣誠一隻本身來講的話 有一些基本的訊息就是他目前來講的話 我們大概知道他還有超過300克的課本存在 那我們剛剛有看到他每一本 每一本之間他都是各自獨立 他也就是單獨裝正的 一顆裡面他不管是110頁到3頁 這麼大的懸殊 就是他只要是一顆他就會裝成一本 那一本就是會有封皮就是這樣子 在他們的概念裡面通常獨立成一本就是一顆 那就是一個獨立的單位這樣子 那通常一般來講 常獨的課大概都是20到30頁左右 那這個這樣子的頁數 目前我所看到的話通常平均在講大概就是 行40到60分鐘的課 成複會是廣成一致的交集者 那成複會之後有所修改 這個靈心看得到一些例子 但是程度或者是次數都不清楚 廣成一致所建的唯一一次大型的勘科 是到1907年 輕在末年的時候才開始有這個勘科 那此前那個快要200年的時間裡面都是超本 還有非常少非常少 因為大概可能10科一個系列這樣子單獨勘科 目前確實找不到有更早的勘科的紀錄 那我目前在那個從刊登上級要來講的話 這個勘科就是二千安做的延用和當時 輕在末年延用的廣場 他從刊登上級要跟廣成一致還有很多其他的道經的時候 這個勘科的版本在現在來講那個賣道書裡面 他大概是佔了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版面佔了78%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主要的都是這個 他顯然這個版本 那廣成一他到了他原來這個 程夫會寫的時候 他命名都是廣成一 那為什麼叫廣成 為什麼我們現在看到叫做廣成一致 這個致字的相傳是這個 因為程夫會幫這個政府打了一場非常大 水務大災十一天的水務大災是為了那個 平復金川大戰的時候的死傷 然後聽說非常非常的成功 就是很多神藝啊這樣子 然後那個當地的地方官 他就把這個廣成一致一套科書 上成給這個清雯皇帝 那清雯皇帝看裡面就覺得啊 這個人這個非常好 然後文采很好等等的 然後就預示了這個志這個字 就是四川這邊的道士 非常精進熱鬧的一個傳說 那為什麼說傳說就是 我們除了在這些口傳裡面 我們找不到其他證據 有這個預製的這個說法 那廣成一致他跟杜光廷杜廣成真的 有沒有關係呢 我個人是覺得他有很濃厚的精神 跟他身上的程序的關係 但是在柯儀本身就是包括這個 造作的這個架構跟他的這個 那個四地的原則上來講 確實他是跟這個唐代的傳統 是有一點距離的 好 那這個 那我們就是大家都會認為說他這個 他取廣成一致這個名字的時候 一定是他很想要這個 攀附這個廣成先生的這個榮光 因為廣成先生他最後也是 那個葬在四川 他是那個杜光廷在四川的知名度 跟人其實相當相當高的 那對於陳副輝來講呢 就是他自己又是怎麼想的 那個這個是陳副輝他自己 傳說中陳副輝他自己也開了一個支派 叫做藍台派 因為他是藍台真人嘛 然後那藍台派的派師就是這個 就是我現在覺得最有可能是他自己 對於廣成一致的這個命名的想像 就是圓榮大洞遼屋上針 一領正國來願廣成這樣子 好 那我們現在看到 我目前收集到有四個版本 當然是以上啦 最重要的兩個 就是我們現在上面看到上面的兩個 一個是19506年就是公約32年 另外一個是1910年 這樣的版本呢 因為很明確這兩個版本都是標版的 所以他會 可是我們從這兩個版本 就是他才間隔四年 我們就可以看到他的那個 目字是不一樣的 那到了下面就是1985 1985 就是8685年的時候 照外道書出版的時候 他的目錄 也就是他最前面的目錄是這個樣子的 然後用手邊那個2012年的是那個 就是很像是彭明軒管他們買到的 一整套裡面他附的這個 我們就可以看到他的目字是非常 變化非常大的 然後也可以看到他每一次出這個 目錄的時候他的科數都是不一樣的 這點非常奇妙 然後也沒有什麼定論 不過上面兩個像一點 那大概起 彼此之間大概差了五六顆這樣子 可是這個對於廣誠道士 還有對於這個 堪客應勤來講 好像一點困擾都沒有 就是我從一年去二十年開始 我每年都會去要這個 就是這個去看那個販售的那個目錄 每一年都長得不一樣 這個不知道為什麼 那看到就是大概是他們現在還在看科販售的 這兩種比較多的樣子 藍色這種就是他就是科本 就是我很嚴格限制底下的廣誠儀式 那其他的精的話呢 他其實也會放在廣誠儀式的那個 大的套書裡面賣 但是他確實不是算在廣誠儀式的刻意裡面 當然這個型刻意的時候還是會用不到 那這個上面藍色這種他就是科本 他是包備裝的就是人工幽默印刷 然後裡面是連食指 然後單側包備式六孔線裝 外皮又藏青色的書皮 然後夾白線條 那下面這種的話他就是經文 那他那個可能是比較硬的 他是跑馬折子式的這樣子 那這個呢是青陽中內部的一些房間 那左上角這個是那個書庫 然後右邊這個就是板子 就是清末明初的時候的刻板 現在還在使用 就是有一些殘破或什麼 可是他們還是在使用 那左下角這個的話是那個金板的倉庫 那左下角這一張呢 就是他們的一個老太太在用這個舊本子在印刷 那通常好像聽說這個工藝是跟當年是差不多的 好那那個這是廣誠儀式的頁面 那這個這個頁面來講的話是用禮木板 雙面雕刻 那也每一面都是以板心來劃分成兩頁 那正面呢每一頁都是雙框圍 然後一頁八行 所以一面有十六行 那多數都有拉那個烏斯蘭的分行 那每一行是十八個字 使用當時流行的名品字 那多數都有去動 這個樣子是目前最常見的廣誠儀式的那個 課本的樣子 那有哪些特色呢 就是第一行會有廣誠儀式 什麼什麼什麼拳擊 那第二行就會舞陽與否與刻 沉重與交集 這是最常見的模式 那板心的話就會有三個資訊 就是廣誠儀式 那通常我在認定上來講 也是看這個東西 那它中間就會有那個 這個科的簡稱 那像這一科的話 因為它就是剛好 懸科儀式全景 那它就剛好是四個字 那中間的話就會放懸科儀式 這樣子然後葉馬這樣子 然後葉馬下面那個叫書中馬 這個是有一個都市傳說就是說 這個書當年他們這些東西是亂書亂擺的 為了怕人家偷 所以然後那個書中馬 它就會有一個小本本 它就亂放 然後你要抽出來印的時候 你就要對那個本本 再把它湊成一套這樣子 有人說是有人說不是 然後那個尾巴最後一頁的話 通常就會廣誠儀式什麼什麼什麼 全集中 然後會有宣誠就是看課的年代 年代的話沒有的情況其實也蠻多的 然後就會寫成都二線安藏版 這個是就是大概是最完整的 無科版的樣子 那關於這個我覺得在中場合要介紹儀式的時候 其實很難會就是不能夠讓它流於這個儀式的教學 或者是這個儀式的進程的分析 那當然我自己本身也做不到啦 那所以我自己現在還要介紹的時候 我才有的策略就是說我要介紹這個 我從課本還有刻意法式的安排的概念上來看 這個我覺得它有一些特色的構思這樣子 就是呢 它的單科的展演是規制的 但是它的功能非常多元 那當它單科組合成一個組合的時候 它是很豐富的 而且可以比較自由的組合 減少重複 那它的特色來講的話就是 可能刻意它有一種概念就是 他喜歡用平科 那平科通常是指表彰總陶 共識諸天 拜解惡跟鐵冠如始 那最常用大概是共天跟拜斗 這個是親子的時候 大概什麼情況它都會用 那鐵冠的話呢 因為廣程特別強調明陽兩粒 所以通常一天以上的法式的時候呢 要加一個親急法式 然後要加一點明陽兩粒的時候 就會就會把鐵冠加進去 所以這是最常用的 那平科它顧名之意就是基本常用泛用 它不是 但是它並不是平凡無幾 相反的它是用 它是一個廣泛用到幾度方便的這個 的程度 那即使其他科它不是平科 那它其實也是有用一種 常用泛用這個 all purpose的這個概念在 使用在很多單科的法式上面 比如說有一個科 它可能有很多很多種用途 我舉的一個是文昌正常的例子 就是文昌 拜文昌 在四川那邊的話他們除了考試 求公民以外也可以求職 還可以求職 然後在一般的齋教的時候 也可能放進去 那相反的呢 也有可能是有一個某一個問題 它有很多種方式來解決 這個例子是我自己的 就是我快要畢業那一年 我就問到是說這個 我好像逼不了業了這個怎麼辦 然後他第一個就說那你可以做貢天 那貢天就是這個最清潔的 我們拜這個32天上帝 就是大家就統一來保佑你這樣子 然後我就說我覺得我最近那個 思緒不是很好卡卡的 就是是不是這樣子的問題呢 他說如果你覺得你變笨了的話呢 那你就拜文昌會就是做文昌正常 可能比較適合我 那後來我又有一天跟這個 某一個當事說呢 我最近覺得這個很煩很阿咋 逼不了業的是因為我在打官司 我們那時候在就是剛 在法國的時候遇到一個 不太好的房東 然後我們所有的房客 在跟房東打官司 那因為語言的問題 當地法律的問題 反正那時候搞得很煩 常常要去做調解 然後他就說是這個官司的問題 那你就可以拜打這個天朝正朝 就是是一個比較尋求正義的 這個方向的 所以就是說呢 當我這個人 我遇到同一個問題的時候 我可能有很多很多種方法 來解決一個問題 就是不同的方式來解決 那單科來講的話通常 到時候會覺得他有什麼步驟 就是從啟談讚談說文上香 請宣科奏秉職 請神入一化表送聲回響這樣子 然後呢這個分類的話通常是 比較是高功德視角來說 那比如說像其他就是這個第二條 這真的很不清楚喔不好意思 那大概就是我這個分類是 綜合幾位高功的看法 就是多數的單科 特別是在這個以全真的概念底下 比較文的方式來做的時候呢 他們的這個單科的表現形態是很類似的 那我剛講就是說他多科族的時候 他就會有很奔放的這個 不可不重複的可能性 比如說啟詩 我們剛剛說這個廣前音師有超過300科 那其中起碼有6科 是可以用來啟詩賞名 6科以上 那為什麼只舉這6科呢 是因為他的科名很明確的指導啟詩兩個字 那開探啟詩應該算是最平常的 然後玄科音師 然後陡教啟詩 四九啟詩就是三十六祥啟詩 他就是他也是做陡教的 然後還有劍南啟詩 劍南啟詩是這個諸品大教的 諸品齋教的 所以他通常那個理論上規模最大的 他一個是雪乎啟詩 他是用在雪乎系列的科音方面的啟詩 也就是說這個這個例子不是太多 我今天舉的例子就是這樣子 可是我的意思就是說 他裡面有很多科是同一個功能 但是有細緻的區分或者是 其實甚至他的概念是一樣的 然後你有很多的任均選擇 那我通常在解釋的時候 我會說他這300科是一個很大的β pool 然後倒是在使用的時候 他是可以比較隨性的來做組合 我要介紹的是這個廣東科醫 他在設定的時候 他最大的最基本的分類的前提 就是印齋跟陽教 這個很清楚的就是顯示在 他們定名科目的上面 那印齋的話就是有這個空用水物 三元王齋大齋生大等等呢 然後陽教大概有這些 就是不過他雖然好像看起來 區分得很很已經很棒了 可是他確實其實有一些也算是bug 就是比如說有一些他確實是比較重複的 可是即使是這樣子 印齋跟陽教我覺得他是廣成一致裡面 最大幾乎是不可以動的前提這樣子 然後呢還有一種就是道士他的口頭上 怎麼樣去分類這300多顆呢 那通常就是他們會說這個會有 比如說我去問道士說 你怎麼分類這些角的時候 他通常會設想的是說彈場擺設的 有需要幾種類型的角或者是過金的時候 所以過金的時候就是這個 年輕的高工或者是出出忙碌的高工 他要行一個科的時候 需要有那個他的師父 或者是資深的高工 為他講解一次這個經 那通常可是300顆不可能講300次 那他們就會分幾個類 比如說陰齋的陽教或是陡教的 那比如說陡教來講他們可能有20好幾顆 那我只要被過一高工只要被過金 其中一顆陡教理論上他接下來 要做陡教的其他科的時候呢 他就沒問題了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他們在口頭上這個概念來分的話 通常就會有很多是每一個高工 他對這個的分類都很都很不一樣 比較鬆散那另外一種看法就是水分分式 水分分式是這個科藝本身裡面的其中一個部分 他就會直接寫到水分分式 就是當科藝的這個這個 能進到這個這個高工要這個秉植成式的時候呢 他就會開始分寫水分分式然後字會變小 然後就會說當我要做這個比如說像十一大教 這個情況的話就有十一種情境 當我要比如說我用這一顆來打九王教的時候 我接下來要念的是什麼 或是我接下來要成的句文那個四句或八句 或者是這個成式的時候我要怎麼說 或者是我要念什麼咒 通常會根據不同的分門然後會有不同的提示 或者是他會直接寫出來這樣子 我覺得真的是他比較可以從這邊來看這個 道士能怎麼看廣神醫次有哪些類型 然後這是我自己的分類 我的分類是我自己讀書做的這個分類 我認為他分成四種主要的類型 鎮潮跟碎石結線相關 還有特別神奇還有功能取向 那這個分類主要就是從這個廣神醫次的題目來分 那當然還包括他的那個內容的功能 可是因為他的題目這四個字通常可以很明確地指出一些關鍵字 所以還蠻好用的那鎮潮的話 那鎮潮的話主要就是針對特定神明的潮科 通常是褐獸或是潮景 比如說川祖鎮潮、昌鎮潮、關雲鎮潮 那這個類型的這個鎮潮是裡面相當多的 佔很高的比例 然後碎石結線相關就是通常配合這個 一年的昌星白鎮型比如說四太陽、四太陰或者是九黃 這個都是根據時間來做的 那還有一種就是面對神奇心斗為主的請求 主要是根據神奇心斗 或者是神明的職能來做補求 比如說給地佛、遜佛高恩或是南斗祝文 或是共死匡富 其實我們看得出來就是他特別針對什麼神明 來做他的神職上的請求 還有第四種就是他就是功能上的命名 比如說這個是裡面佔的比例最高的 這樣子狼隱叛三、六十肩膀、其實瘦 其實我們一看我們大概就知道說 這一刻他要做什麼 那這個就是從題目上來做的對不對 那組合上來講就是 我這張文沒有要詳細講就是 左邊那張表是清亮宮兩個年、兩年 連續兩年他的這個中原法會 然後有打色塊的是一樣的 那我們就發現說 就是他每一年做的時候 即使一模一樣 從一個高工安排的節次 他不會一模一樣 而且除了不一模一樣以外 就是字真的不是很清楚 就是他其實有一些可以變動的情況下 他的課目也是會在變動的 就是廣成的高工他們不喜歡做 一模一樣的節次的法師 那另外一個的話我們也看得出來 就是不同的高工他在不同的年份 一個是2000年一個是2012年 他們設定的這個節次也會有很多 這個不一樣的地方這樣子 好 那個文字講完了 我們大概分享一下那個 我之前拍過的一些照片 然後從上面來講這個 一些特色的環節這樣子 那左上角這個就是過經的場面 那過經他可以很審慎 他也可以比較輕鬆 那這個就是講完這個左左邊那個 就用上去當高工了 就是廣成道士他們在很多 比較輕鬆的場合的時候 他們就會把一些事情分配好 或者是他們的交際就是在 資訊的交流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完成的 比如說像左上角這個的話 就是師父然後他們是正義 全真的正義的這樣子 然後這個的話 他們雖然都是全真的道士 可是因為他們是 臨時組合起來的一個經班 所以他們在做 他們在剪那個番的時候 他們就順便在討論說 接下來要怎麼做 就是過經或者是合經或者是對馬口 就是包括是在運上面的確認的時候 他們其實可能會在一個很日常的方式上面 就決定好了 因為其實具指以行廣成來講 這個地區的差異沒有這麼大 那這個的話就是都是正義 可是有的是行這個龍虎山那邊的正義 然後有的是行的這個是全真的正義 可是就是他們這種情況下 他們聊的是別種東西 那這個的話就 右手邊這個的話 他就是就是閒聊 可是他有湖北來的 然後有別的樣子來的 就是在很多這種場合的時候 他們就默默把很多事情喬好了 這樣子就蠻厲害的 然後這個是供天 那供天是供四珠天 然後就是供這個三十二天上帝 那他的特色就是他會這個 燒很多的小蠟燭 他一堂明足是三十二支 然後第二堂以上就是三十 每一堂是三十一支 那通常會請三堂以上的蠟燭跟香 那就是一個在清代的時候 在方式裡面就常常以這個來說文章 就是覺得這是鄉里漁夫漁夫很 鋪張浪費 然後很迷信的行為 可是這一顆在他們當地來講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不但是 他雖然是那個城市三十二天上帝 可是這一顆在英法式的時候也會用 包括在喪禮上面 如果多日安排在喪禮的時候也會用 然後這個是賀明山 那特別是他們做法是牆外 因為他們覺得是要朝野上帝 所以他們朝外 然後那個這個是青陽宮 青陽宮他們是朝內 在那個三清殿裡面 他們是朝內 他們的概念是說這個三 廟景最大的就是正殿的主神 所以他們要朝內做 就是要面對主神這樣子 那大家的那個共族的方式 就會稍微不一樣 那邊邊角這張我沒有放出 這個是饅頭 這個蠻特殊的是這個 我們在那個清末的時候 很多筆記或者是方式裡面就會講到說 他們貢獻的時候要拜饅頭 然後要丟就是拜完以後要丟下去 那很多記載都會記載到說這個 有的是說小朋友吃了以後 就不會丟怕那種之類的 那現在的話我完全都沒有看到過 這個是我在一個鄉下的正義的場子裡面 才唯一一次看到 所以我覺得有一些概念 他確實已經不在廟裡面了 可是在這個土生族長居民來講 其實有一些這個 不是這麼科本這麼那個的東西 他還是存在的 然後這個廣城他有一個特色 就是他的暢韻非常多 即使是這個文說文 他們也是用非常有韻的方式來陳述這樣子 那這個就是他們幾種這個宣文 宣表的這個情況這樣子 這個是宣開天府 所以他們也是朝外這樣子 然後這個是這個宣那個十 十 對 就是在那個做鐵罐的時候 那鐵罐他們 他們通常會分陰陽 陽法師的話通常都在正殿 廟裡面的正殿 就是如果是一般的陽法師就在正殿 那如果是某一位神明的事情的話 就會去這個神明的殿 那陰法師的話通常在殿外 那殿外的哪裡通常是看傳統 就美妙的差異都蠻大的 那像這一次做的話 他是在山門後面做 那這個紅布蓋起來就是那個 那個 那個 尖 誰啊 黃天鈞 欸 不是我們 這是我們的那個步伐 那個 黃陵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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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這個情況他就會把靈官也蓋起來 這樣子 然後這個比較妙的是就是 這個就是我剛剛說的那個 人力非常實體的妙妙妙 通常這種 通常在一般這個 人力跨越的情況下的話 都會有一個賭獎來宣表 那這個情況的話 在很貧瘠的情況下的話 可以所有的事情都是 就是那個高賣座這樣子 雖然不常見 但是可以會有一個賭獎 然後 有幾個比較 比較有特色的 這個是那個 那個 中 不是 圓下來 825 中秋 中秋 對 這是中秋四月 那他們一個蠻妙的特色 就是他們會拿一個柚子 然後擦滿了香 然後會掛在上面 那在那個民俗 或者是在竹子詞裡面 也會出現 小孩子就霧點了 這個想要開始熟 然後 左邊這顆也是 就是鐵罐 這是詩詩的時候 詩詩的時候是廣成法師裡面 唯一可以經班的法師 是坐著做的法師 其他都要站著做 然後這個廣成刻意裡面 有相當多是針對這個 星斗 拜斗方面的法師 所以他們擺這個燈圖 是非常厲害的 那這個情形的話 應該算是非常極致 有時候做這個十一大藥的時候 也會做 不過這個這麼華麗的是 他們過年的時候 就是楚系那天晚上的時候 會這樣擺 然後做完法師以後 大家就會那個 那個你知道轉天尊這樣 然後這個他們 有一個也是蠻大特的 就是他們的文件非常多這樣子 那像這個的話就是 公眾法師的時候 這個文件就會先準備好 放在這個政壇的前面 像這樣子 然後這個這邊是其中 這是一個私人法師一台裡面 所需要用的這個文書 然後燒文書的時候 通常是這個情形這樣子 然後 右下角這個的話就是 通常燒這個 金銀包袱的時候 就會把它疊起來一個 頸狀這樣子燒 那燒這個的話 通常要在廟的外面燒 這個蠻特殊的 這個我沒有親眼見到 這是一個四川的 正一道士的森林 這真的非常非常猛 就是現在他們抓了一眼 然後他可以搞成這個樣子 還蠻不簡單的這樣子 可是好像是一個蠻 蠻資深的老道長這樣子 可是他是正一的 周廣城的老道長 然後就是這些東西 他好像還是都是存在的 只是確實我們在都市裡面 是看不到的 我自己一六年去的時候 我住就是借住在朋友家 然後他們附近 剛好在辦那個商事 然後也是蓋 就是拉了一個棚子 然後棚子裡面會有一些擺設 那可是管區管影 我是在住在那個 就比較市區的地方 那他們那個棚子會在 可是時間 某一些時間裡面 東西是撤光的 就是還是很管 可是這個鄉下這個 這個就蠻特殊的這樣 我們還就是應該說我們就 很有信心的相信這個民間 或者是正一的廣城的傳統 他應該也是保存還是不錯 我們可以期待的這樣子 那有一些關於這個物質上的特色 左上角這個是斗 就跟台灣的斗不太一樣 四川這邊的斗是方形的 就是真的是那個 買米撐米用的斗 那通常都蠻大的 然後是體型的這樣 通常可以裝好像五六公斤以上 蠻大的 而且不是常明白 是要帶斗的時候才會拿出來這樣子 然後右上角這個是 比較特殊的樂器 它叫做二星 它其實就是槍 可是它做兩顆 然後一厚一薄 然後稍微有不一樣的音 然後他們就會這樣子敲擊 會有不同的聲音 然後左下角這個話是黃番 就是雖然每一個道派 它都有懸番的這個傳統 可是他們這個是選那個 玉皇上帝的番 就是我剛剛那個封面 我用的那個黃番是非常大的一個 然後黃番它會五個角 五個番角 然後那個番角它懸上去以後呢 風就會開始吹 然後理論上就會 這個意思就是說 這個上帝派了哪一個神明 來結一個神道 這樣子一個大的法事的時候 神明都是懸 就是懸著這個神道下來 那我們怎麼知道是哪一個神 今天來做這件事情呢 這個黃番底下的一個番角 它就會砰砰砰砰砰 開始一直轉 然後之後會結成一個 很大容易打開的一個大的結 那這個結呢 他們在廣成一誌裡面有一本 就叫做黃番流傳 那它就是一個圖側 然後就開始翻 然後通常就會翻到說 它跟什麼一樣 那通常他們就會把番角特別柴下來 掛在廟的正面的左邊或右邊 就是這樣子掛就是會寫說 底下這個字就是黃番原傳裡面的說明 就會說今天是哪個神下來結了這個番 那通常那個番角會有什麼極強的意思 或者是有什麼寓意這樣子 這個是他們這邊的特色 然後他們會覺得 就是能夠有一個廟 廟子裡面它可以掛這個番出來 因為通常就是請人家來我們這個廟 做完以後就把這個番角留下來 但就會覺得說我們這個廟 經濟或者是各方面的能力 是不錯的這樣子 然後右手邊這個的話是這個 拍到了正義他們自己的祕本這樣子 然後 啊 再講完了 然後大概就是四川的有一些 我覺得跟我們在台灣比較看到 不太一樣的地方 那我覺得儀式本身不是很好呈現 那我就用一些我覺得不太一樣的地方 然後作為可能接下來我們可以討論的地方 這樣子 好 我講完了 謝謝 謝謝 這一場啊 安排是一個工作方法 需要有更多的討論 那我們有兩位主持人 就是我們計畫的主持人 都在這裡 那我們就請您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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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昂志 好 放進去 好 謝謝 鄭遠跟佛珍 其實我跟佛珍討論過他的論文 有討論幾次了 那有些可能我過去也跟佛珍提過 因為其實我本來要推遲啦 那鄭遠說他沒有聽過 所以我還是談一談我的意見 當然今天又談了一些新的東西 而且有一些照片我之前沒有看過 所以有一些新的一些起報 第一個就是關於全真科宜的問題 過去我們都會理解 廣成一致是一個全真科宜 那他跟正義科宜有所不同 那我們其實對於早期全真教的了解 我們都知道全真教在第二代 就是馬鈺開始 其實馬鈺到山東去就開始做儀式了 那一直到第二代到第三代 來自以後 全真道士其實經常為朝廷 或只為地方社會做儀式 那當然今天就不用講了 可是我們到目前為止 對於道教儀式的研究 全真儀式的方面很少 很少 我們也不太清楚到底 因為你知道全真道士不受入的 他們受監 那做儀式要出關要招架 那到現在為止 中國大陸的全真道士還在疑惑這個問題 如果他們不受入的話 他們哪來的官僵要讓他們召喚 那他們沒有官僵召喚 他們裸而於送表文 這個問題 其實現在一直理解 我們也不曉得早年能念全真的宗師們 他們到底是從哪裡去學儀式的 儀式的傳統哪裡來 但是我們可以知道在武當山 武當山有全真道士的傳統 就像剛才提到的 就是陳清局也是從武當山過來的 武當山也有其他的 譬如說輕微道士也在那裡面 所以到底早期的全真道士的儀式怎麼來的 這個問題我們在學術界還是一個空白 但是我們能不能用廣成儀來代表一個全真的科医呢 這是我覺得我們要考慮的 但是如果根據曉附生的說法其實很難 第一個我們不曉得他的來源 似乎他跟陳清局或武當道士之間的連結是斷裂的 第二個是陳副會似乎是很關鍵性的人物 可是陳副會沒有從他的老師那邊 如果根據曉附生的說法 沒有從他的老師那邊學到儀式 而是在他現在目前空白的20年這段時間 不曉得從來來的 而且廣成儀式說是吉教 也就是陳副會不是作者 他是蒐集者 他是蒐集者然後邊教的人 所以這批東西到底怎麼來的 其實是我覺得也許我們會期待 武曾曾經繼續做這方面的研究 我記得過去武曾曾經提到過一個 就是他跟領教技術競術之間的關聯 如果是這樣的話 領教技術競術是東華領寶的傳統 也就是說全正的儀式不完全是全正的來源 而是跟東華領寶有關聯 這是我覺得我先提出來的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根據曉附生描述四川的例子 它其實顛覆了我們過去早期 對於道教儀式、當代道儀式的了解 大部分從台灣所做的一些了解 包括台南、台北 它跟台南跟台北的例子很不一樣 尤其是一種傳播的方式 就是第一個我們現在知道 四川的全正道士跟建議道士都會做寡前一致 但他們做的風格不太一樣 有所謂的行壇跟禁壇的差別嘛對不對 可是他們又可以合作 全正道士缺人可以找正義道士來做 其實這讓我們考慮到 我們最近在看一場台南的儀式 台南也有所謂 他們的風格也不一樣 可是卻可以合作 合作的時候就會附現一些 不能夠衝突或互相配合的情況 那如果游走於雙方的人 比較能夠適合 就是有任有餘 可是有時候就沒有辦法 所以第一個就是 你剛才其實沒有比較詳細的說 這一道士他們比較型寒的風格 可是他們到了全正以後 他們是怎樣?配合全正的做法 還是一樣以他們的風格來展現 但是很肯定的是他們之間是可以合作的 這跟台灣的很不一樣 台灣的領保道士跟正義道士 雖然都是屬於正義的系統 可是他們幾乎是沒有辦法合作的 反而台北的倒是可以跟釋教法師合作 而沒有辦法跟領保合作 這在四川就很不一樣 所以是幾乎我們去思考這個問題 是說為什麼四川會變成這個樣子 我覺得有幾個 關鍵點 第一個就是 廣誠一致 廣誠一致是用堪科的 而且我不曉得 至少學者去買 只要你有錢就買得到 當地的道士 是不是只要你有錢就買得到 如果是這樣的話 跟一般地方道壇 你要拜師 你要抄金 你有很嚴格的傳授規範 這種情況就很不一樣 所以他的傳播第一個就容易 因為只要有錢就買得到 第二個是 我沒有看過廣誠一致實際演出的情況 但是我聽講過真說過 只要你會一顆 基本上你只要拿到其他科本 幾乎都會做了 只要你會做他的模式 其他會做 不像台北或台南的科医 每一科都不太一樣 而且有很多的公爵在裡面 那我不曉得 是不是在廣誠裡面 如同我們現在所理解的全身道士 他的公爵 祕訣 祕訣 祕法 數量沒有那麼高 所以他的門檻 相對說 降低很多 所以使得他能夠很快的傳播 不一定要受到傳承的制度 傳承的方式 很快的傳播 而且可以互相的學習模仿 對 而使得他容易傳播出去 而且不受到任何的族群 派別等等的因素的限制 第三個 可是我很好奇的是 剛才查到檀場 其實在你的博士論裡面 沒有談太多檀場的複製問題 是怎麼樣 對 可是我們知道 整個道教儀式其實很重視檀場 從早期的領保齋儀 那個檀的結構 到唐宋時期 那個檀 三層檀 而且又分出 齋檀跟教檀 就是所謂的道場 那齋檀跟教檀的 象徵 就是他的檀場空間的象徵 很不一樣的 很不一樣 可是我看不出來 到底那個檀場 有沒有什麼象徵的意涵存在 第二個是 你提到有兩種 道眾的列斑的形式 一種是左右兩邊 一種是一直線的 一直線的比較接近我們現在 在台灣所看到的一個情況 左右兩邊的情況 是比較爽進 但是我們當然看過其他些人 都是用這種方式來呈現的 這整個檀場的象徵 是不是在不同的儀式 有什麼差別 或者是有沒有所謂的 齋跟教檀的這種差異存在 整個檀場空間的象徵又是怎麼樣 這也讓我考慮到的就是 那個道眾就是屬之 我不曉得職務上分配的情況 你剛才列了一個職位表六指 其中有一些是從中古時期來的 譬如說高公、都獎 這幾個是 可是有一些是新的 表白、詩慶 還有一個什麼經 對,那個我連聽都沒聽過 但是看起來看你的描述 他是好像負責做練度的 對,觀想練度 對,觀想練度 所以這種新的植物的發生跟傳承 就是我覺得是可以深入去討論的 因為早期的那個道指一直到今天台南 都還延續中古時期的道指 但是權震方面的道指卻在這方面 相對是我們了解一下教授 我們講練師 有一個練師 有一個練師,獨立出來的 有一個經濟有點像 對,但是他在哪個位置呢? 剛才涼台裡面他在哪個位置? 就是他有沒有固定的位置 現在沒有,現在就沒有這個 沒有這個 現在沒有這個 因為他是以前的那個鼠子裡面的 現在沒有這樣 那他們 那他們那兩台有沒有固定的名稱? 在造紂? 龍八五八 就是龍八五八而已 那跟台北很像 還有一個就是 其實這個我之前跟傅貞有討論過 就是傅貞介紹了在四川當地的道士 對於三百種疑似的分類模式 因為三百種疑似真的非常的多 對 那可以說是目前我們 我看到一個區域 可以數量最多的一個地區 但是 就是 傅貞貞的討論裡面不斷的強調一點 就是第一個 他數量很多 第二個 他很自由的取用 安排上力求 新穎 不重複 就是他一直強調的一個重點 可是還是有一種分類的方法 簡單的說 包括傅貞跟轎 還有分類方法 什麼三啊 什麼類的 直接分類方法 張不正智也提了一個分類方法 但是 他的分類方法 主要是根據科醫本的名稱去做分類 可是我 我覺得 這樣的分類方法 其實 當然可以做 對於 那種一整套的 做一些簡單的分類 但是 我覺得 沒有辦法幫助我們去了解 當一個道士 要安排一個儀式的時候 怎麼從那三百本裡面 去做取樣 分類 所以 我覺得 我在假設 如果今天有一個道士 他接到一個案子 他要開始規劃那個科醫程序的話 他應該會考慮 第一個 這是 災還是教 因災還是養教 我想 這應該是第一個考慮的 第二個 他會考慮到 規模要多大 一天的、兩天的、三天的 規模多大 就會考慮到 你必須要安排多少的節目 在裡面 這期節目裡面 其實 假如剛才有放了一張圖 很小 但是 在另外一個場合 他比較詳細的介紹過那個安排 我們可以發現 我們可以發現 在那裡面 還是有一種固定的儀節 固定的儀節 就是一開始有建坛的儀節 然後有最後的散坛 中間的部分 所以 還是有一些固定的節目 而且 固定節目要放在哪個位置 其實相對固定的 按照規模也會有必要的節目 譬如說 一天以上就必須要款價 就是要迴向 暫停的意思 三天以上就要安寒寧 就是安寒寧所 同規所 然後就要打鐵罐弧度 五天以上要懸黃番 就是要逆鋼番了 所以有一些固定的節目 如果能夠把那些固定的節目 也分類出來 這些是必要選擇的 而且選擇的自由度 是不是那麼高 這就我們要考慮了 還有一些儀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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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儀� 內在的邏輯性處在的,而沒有那麼自由 但是在不同的場合所做的儀式 譬如說為神誕所做的、為某一個節慶所做的 或者是其養性質的儀式的話 他才會去考慮到我們要怎麼做 譬如說剛才復生提了他自己的例子說 他要博士畢業的這件事情 可是你剛才說,博士畢竟要取得博士畢業這件事情 不同道德有很多解釋,對不對? 可是你提供的訊息也不同 有一件是因為你寫不出來,文筆伯 有一件是因為你煩躁 有的原因是因為什麼原因 所以根據你的原因不同,他們的回應也不同 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道教儀式的傳統 早在早決天知道他們就這樣子做了 你頭撞的時候你要描述你的情況怎麼樣 道長根據你頭撞所描述的情形 來考慮他應該怎麼安排儀式 所以這個部分其實如果我們能夠延續的儀式的傳統去考慮的話 我們就不會覺得說,那麼自由的 道長可以根據他的詮釋完全天馬行空的安排 其實沒有的,我覺得那個道教儀式還是有基本的架構存在 而且這個架構不是四川而已 我可以追溯到整個道教儀式的脈絡 他基本上整個架構是沒有發生太多變化的 所以他也是可以放回到整個道教儀式的一個情況去考量的 好,我暫時先討論到這裡 基本上可能不是打便超聊太多了 而且非常非常實際的問題 至少有五個大問題 我覺得你先回應一下 不然等一下可能會忘記 好 我先說最後一個來講 就是他確實沒有這麼自由 可是相對來講我覺得他已經非常 就是彈性很大啦 對,就是他一定有很多規則要守 就是比如說這個順序啊 我要怎麼安排或請成的接續啊什麼的 這個是絕對當然是可以變的 但是有一句話叫做封簡尤人 那當這種情形下的時候 就是比如說我做三天的時候 跟我做十一天的時候就會不一樣 那比如說我做三天的時候 我一定會比做十天的時候 請的神或者是神的場域就會小很多 那這時候我可以比如說 如果這樣順序是A、B、C、D 那我可能可以只選A跟C 那這個就是一種自由 當然他在合乎之下 就像我們說 學生只要能夠受效規的話 其實有一些彈性在的 那我覺得他這邊就是 我可能過度強調彈性 可是因為這很有趣 就是常常會跟道長開始亂講 就是熟了以後啊 就會問啊說我最近工作不順啊 那我打什麼齋啊我做什麼教啊 就是常常會就是 比如說相對於台灣來講 每次得到答案是不一樣的 就是其實討論是很歡樂的 所以我可能因為這個 這個過程很愉快 然後我幫他放大了 那我覺得確實是 因為他的科很多 他可以更細緻的討論東西還是 相對來講是豐富的 對 對 對他還是有很多固定的地方 這樣子 然後那個關於全聖課儀 那個四川當時很喜歡講一句話 叫做天下科儀處領保 確實那比如說在請神 或者是在那個寫書文的時候 是比較偏領保的 那但是他到底是怎麼可以來法 這個我其實確實 對他確實跟禮教紀錄就是說比較像 但是怎麼跟淵源其實 除了對之外 是不是我們 他確實很喜歡 他有讀過這個 那 一般的二十年 我們自己 假設那 就是那個 從陳副惠他 大概二十幾三十歲開始 撰寫這個編轉廣城遺誌 一直到四十歲 四十五年之前 他把這個廣城遺誌 理論上他編轉了一遍 他其實 然後一直到我們知道 好像整個川西地區都在用的時候 大概從完成到 我們知道有這個現象 大概只有五十年 所以我的甩車是說呢 就是因為各地的移民 他們自己的儀式的特色可能 或者是相應的問題 方言的問題 他確實不能不利於這個當地的 這個太平的統一 因為早期的 算邂逗嘛 他也是有這方面的問題 就是 其實從信仰上也可以看得出來 就比如說媽祖 四川在福管田四川的時候 其實媽祖廟很多 我們可以統治出來 就超過一百六十間 可是到現在來講的話 完全沒有人拜媽祖 就是他其實那個線是很快的上下的 所以我一直覺得說 他有可能是在一個很大的張力之下 大家忽然願意放棄自己本身的地方的儀式傳統 然後成果事實地提出了一套奸才 就是他可能看過大家的本子 然後他把它做了一個很規制的統整之後 然後大家就願意共同用這一套 就是大家就不用自己的方言的儀式 那大家就用四川畫 觀化了這一套的儀式 我覺得其實蠻有可能的 但是這個確實是 因為其實像比如說廣城科藝裡面 好比如說像台灣現在最近很留情在講那個 宋肉粽 廣城科藝裡面有一科叫做 金刀斷所應齋 金刀斷所全集 這個這一集講的就是這個 上吊自殺的人 你要怎樣去做祈禱 那這個你不可能在全身的稻妙裡面做 可是他確實也是亡成一齊的一科 就是我覺得他裡面其實很多課 他就是借 就是他一定要很公平很大量的採納 各個移民的各個不同全身之外的傳統的課本 那大家才願意說這個很公平 那我們也來用 我覺得應該有這樣子的可能性這樣子 可是確實資料有點少 我不能夠很明確這樣說 那那個全身跟正義怎麼搭配 就是看誰的場子啦 誰邀的 誰邀的或者是今天這個廟是正義的或全身的 或是今天這個高公是正義的或全身的 就是其實還蠻人性化的 可是你比較正義的都比較多 對 全的都比較少 對 那全的都是如果去正義的談 他會做任何動作嗎 基本上我要 這些特色 除了這個唱腔之外 大概都只反映在高公上面 是 對 對 對 其實他們的經濕 對 其實經濕的這個水準的差異蠻 是很大的 可能你只要是 就是確實是 你已經出發成為全人道士 我也遇過啊 就是那種 別的廟來跟著師父來那邊養天 什麼都不會 可是因為他就是一個道士 他就批了上去了 對 那我只能在旁邊幫忙閉箱 我沒有師父上去 其實我在這個廟已經混了很久了 就是他其實還是有一個 有一個那個成分的限制在這樣子 那公絕密法這個怎麼講呢 像以我剛剛講那個過經那種照片來講 師父是全真的 那弟子他學過全真 可是他後來又去做真 然後師父在過經的時候就會直接問 因為時間很趕 然後當場就是道士的人數比翔路少 所以就很趕 你一定要上去當高公 然後就問 就是比如說坐到這裡的時候 就問說什麼絕比如說當會 你會什麼 就是當會相關你會什麼什麼什麼 然後師父想一想說 好那你就用這個 就是他其實那個彈性很大 你只要在那個每一個環節 確實能做到什麼東西 那你自己本身帶進來的傳統是什麼 只要是補給他其實是可以接受的 那問題是其實這些東西 我們作為一個觀光者去看的話 其實是看不出來的 就是就是你的祕法有多少 其實一般這樣看的話也是看不出來 然後團場的話呢 大概就是這一場要做什麼 他們只要擺什麼出來 那陰家陽教的話很明確 所以如果在廟裡面的話很明確就是場地的設 場地的設置 那陰災就是絕對是在外面做 就是要嘛露天要嘛是在那個店的外頭的走廊上做 他不會在裡面做 然後那至於要就是比如說斗教他要擺什麼 雷教他要擺什麼 那就是比如說開始前 那當然事前都準備好文件啊 戲劇什麼都準備好 可是大概開始前十分鐘十五分鐘 才會有一個專職的道士開始把它擺上來 就是他把它設定好 又特別是比如說神的排位 對 在這個時候我們才會比較明顯地看得出來 可是他確實比較陽春 就是不是太明顯地有很華麗的差別 對 我覺得可能也是跟這個 宗教曼復興跟那個 有一些廟的那個物質的挑釁 沒有什麼好感情 這樣子 好啊 這樣差不多了嗎 可能常常想要問的是說 像有沒有台灣那種神軸的一個空間結構 但他的是公罐 一般在公罐座他們就不再掛這些東西 所以 就是 在中古時候的災盤 是一個宇宙的象徵 就是有內盤中盤外盤 有內盤相分的是一晶三盤 對 到時 到時要升盤 那有兩天嗎 那有兩天嗎 甚至女生在那邊撒雞也不錯 因為他學生在廟裡 所以不需要撒雞 中古的道貫 中古的道貫是在三清盤的前方 中古的道貫有一個例子 但是現在當然 不曉得 現在都沒有 中古的道貫 放一下官槍幫 對阿 那 譬如說關於官將 官將要在外盤 對不對 台北 台北 有時候支持的官將 沒有 然後選了一些幕會 譬如說 東北 所以沒有內盤外盤 那種區別 或者是陸產生的 這樣會不會是過程 就是嗎 都是幾場 都是很會講 四川的情況 跟其他地區也不一定有 對 也有其他地區是有這個情況 對 這個文御的時間也有限 我想說在市委要講之前 先給兩個建議 因為我們以後還要繼續做 從剛才唱完題的問題 你自己一直在提到 跟林保林教究竟很像 那既然知道很像 到底哪裡像 我覺得我們應該做一點 比較研究 那以後啊 就接著要做的第一個 這個建議 那你提到那個 古廣田四川 我們知道 他第一個成為 還有之前的 他們都從武漢過去了 我當太子 不過那個是 可能沒什麼那麼大的關係 但是我們知道 武漢的黃岡 麻城 那邊有伊亡道教的傳統 那四川當時的伊亡道教的傳統 已經基本上沒有了 就是我這句四川問人的情況是這樣 那伊亡道教 然後有一條線可以來考慮 是否黃岡麻城 那邊的道教傳統 也是可以做一個比較的研究 那四川當時的道教傳統 是沒有了 就是在那個 張憲宗之後 基本上就是那個 太子佛的那個道士 他曾經絕來 那時候基本上 他們說的也沒有傳統 沒有道教 連人都看沒有啊 然後他們從武漢 那邊聽過來 騙了很多 所以說 譬如說 我們要有一個時空的 一個比較脈絡 你第一個 你跟那個 另外就是可以比 然後武漢田四川 當時其實黃岡也沒什麼人 我們去問的話 黃岡很多人 是從江西的吉安過去了 那吉安也是一個地方 道教很興盛的地方 所以以後就是說 這幾個縣 我們可能可以連在一起 那因為你們對四川最熟悉 那我們對於湖北跟對於江西 我們都有在做 那這部分我們就把它記下來 我們到時候再來考慮 好 那剩下時間我們就交給你思維 最後再問吧 好不好 不好意思 因為時間已經差不多了 我想超然問的幾個問題 差不多都已經涵蓋我 剛剛想要提的問題 我覺得有一個 東西非常重要就是 其實我們看到一個案例 從歷史上來看到一個案例 就是文本 標準化以後產生出來的一個 一個重新界定的當地的 所以這個儀式 我覺得不是全真或者是正義 我覺得我們不應該這樣看 全真正義幾乎就是一個儀式專家 他們共同使用這個文本的Data pool 就是文本Data pool 那這個文本Data pool 被定下來的這個現象非常重要 因為我們現在在各個地方看到的 超本的恢復的過程 很多是這樣的過程 就是你看到很多地方他們 文革以後把超本慢慢集結起來 然後突然會有一個人 一個比較厲害的人 他可能是一個類似像知識分子的道士 他會去整理這些超本 然後就出現了一個標準化的過程 一旦這個東西被出現了以後 大家就開始採用這個版本 然後這個版本一旦出現以後 它的入門門檻就很低 就是因為大家都知道 然後你只要學一些工學或什麼 一些傳統 所以派別的那個界線會開始消滅 就是我們在很多地方就看到這種現象出現 標準化出現以後產生這個一個現象 所以這個現象好像全真正義的這個界線 就被消滅掉了 他們變成是疑似專家 現在問題只是說他們一個是文 一個是音韻都不同 用的音樂都不同 所以在他們互相搭配的過程當中 這個音樂要怎麼去 比方說一個正義的來 他們要加入全真 可是他們的那個後場 那個是音樂是不一樣的 那他們可能要互相去協調搭配 就是你剛剛講的 可能是由高工來主導這個過程 所以這個反而是一個很特殊的一個現象 值得我們去看 那剛剛鄭元也已經講了說這個 到底這個標準化是怎麼建立的 就是他如何去整理 就我們最關鍵的是 最關鍵那個程度會怎麼去整理這些操本 這個其實很多從當代的現象可以看出來 很多高工去收集那操本以後就說 因為我們都看到他是用校正或即校 他不是真的去編寫 他就是其實收集了那些東西 然後開始去編排編教 所以如果我們可以透過剛剛鄭元講的 從那幾個路線 然後領教紀錄金書等等 可能可以看出他去行購這個東西的一個過程 這個其實剛剛講那個魂跟鼓的那個現象 音樂他們怎麼去排 我覺得這個是很有趣 然後我們也看到一個 剛剛談場這個問題我也非常關心 就是我們一般到大陸去看 他們在公關內部就是這樣做 幾乎沒有什麼太多的多出來的什麼排 即便是排位也很簡約 但是其實你剛弄了一個照片是在鄉下有沒有 那個壇場就非常的完整 所以可見這個東西他原來的壇場的布置是很重要的 畫那個劍壇那個掛軸什麼那些其實都需要 但是因為是在公關的關係 所以他我們現在在大陸去公關看到儀式 而且你看到儀式都在公關裡面 這其實是因為你在成都其實是抓得很嚴的不太可能 你在外面露天像台灣這樣搭一個棚就開始做儀式 所以這個就是其實原來的廣城一致怎麼做 我們現在可能不太知道 那個壇場的刻意的建制 我們可能不太能夠從那個文本裡面得知 但是從一些鄉下的現象可能可以約一約知道 廣城的這個壇場到底怎麼做 尤其是商禮啊 商禮很多鄉下的商禮很多是在外面就直接做 所以他怎麼去做 可能可以提供我們很多的這個想像 還有我發現裡面它有時候會用水陸在 可是它也有黃陸在 所以水陸跟黃陸是兩個可以混用 因為我們一般在其他地方水陸是佛教做的 黃陸在才是道教做的 可是我看裡面你寫的東西 包括那個陳復惠他本身都做過一個水陸大災 對不對 所以在可能在他的傳統或他的區域裡面 水陸跟黃陸沒有什麼區別 都是道教的 最後就是兩個 一個就是道士的認知的問題 就是你剛去再談就是他兩年的同一科的科医 他可以截次不太一樣 但是都在一個大結構下 那這個是在表現什麼 表現他的豐富性嗎 還是表現他個人的風格還是什麼 還是道士他可以運用這些東西 他可以建立他的一種風格 是不是 就是他自由度的那個背後的意涵是什麼 可能我們可以考慮 然後最後就是那個清晨山道學中心 其實他的對於這廣程科医的這種教育跟推動 他扮演一個什麼樣的一個重要的一個角色 就是簡單當然 回應一下 是道教學會嗎 道教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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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道教學院道學院在裡面 然後最早的那個清四川省道教會也是在那邊 然後四川的道教算是相對中國來講 幾個地方恢復的比較早 他大概在八十年代開始就有 然後第一批這個中國開放的公館裡面 好像十二屆 然後四川就佔了三屆還是四屆 那其中兩個就是這個清陽宮 然後清晨山也有這樣子 然後他們的儀式主要是從這個復原天道長那邊開始 然後副道長他是清晨山的道士 那當時他在恢復的時候 他是找了這個清陽宮跟厚明山的一些道長 他們一起來辦了一個培訓班 所以以現在來看的話 現在可能不行 大概找個十年以前的 就大概八零年代之後 一直到大概二零一年之前 前後 那段時間他們做的東西非常一致 然後現在變化就開始多起來了 那有的是這個就是可能有些老道長 他慢慢恢復記憶以後 他自己就是有些地方 他就會開始添加一些自己的東西 那有的就是四川的外力道士非常多 因為我覺得他確實就是各方面的 這個彈性還有這個界線消滅以後 他的容納度就是他的容許度很高 他大概目前大概有三分之一的道士 就是外省道士 所以他們也相對的也帶進來一些東西 然後還包括了這幾年這個 審計國際的交流這樣子 這樣在家中就是變成廣成的大便嗎 對 就是其實廣成 就是我們都知道嗎 科本大概就是整個儀式 大概三四成的東西而已 那裡面一些骨肉 特別是看不到的這個精神 這種中型的骨肉其實你怎麼去填 對 就是那個差別很大 甚至其實台灣也有人做廣成 就是除了這個有學過回來的以外 我有聽說就是因為科本就在這裡 那你看一看然後你就 比如說他說這個地方 他有提示檔會或是這個地方要秉持 那就自己來就是也是可以的 就是看你要怎麼做對不對 就是是這樣子 然後這幾年確實變化開始越來越大 然後可是能不能搭配大概還是可以 那就是看那個場面 就比如說今天這是一個國際性 那他們都花多一點時間 多做一些這個確認 那如果就是收了錢 我就登登登坐車來的話 那可能就是我唱得小聲一點 然後就我們就結束了這樣子 是會有的這樣子 然後這個文化的標準的話 我覺得非常有道理 就是可能可以從這方面去做一些這個 就比較比較認真的去說文化的 然後這個文化 韓長我有聽說大概在1900年前後 那個民國初年以前 有時候他們會在外地夯土去做大高台 可是大概初期以後就沒有了 這個民國年間大概也都沒有了 這可能跟經濟有關係 這可能跟經濟有關係 那我們就是也是有改變這樣子 可以嗎 好 好 我再給你一個建議 好 再開放題 我們稍微晚一點點沒關係 因為我們這個四川還是要深入做 那我們現在在討論那個道教復興 然後一個很關鍵是儀式的復興 那這裡給我們看到兩個儀式復興 一個是光臣儀治 四川什麼都沒有了 光臣儀治跑出來 這是第一個 第一個是你提到那個復興天大師之後 我們那個復興 好 那我們就要考慮說 你當時儀式復興是怎麼建構出來的 對不對 這是第一個 那建構之後就剛才示威講 我們建構之後如何標準化 那標準化之後它如何轉過 這個才可以把 就是我們剛才是找往上的 我們要往下 我們現在就可以知道 現在成都平原的情況是怎麼樣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但是你剛才提到那個自由度 沒有那麼自由 很多是因為它對裡面沒學到 所以它可以很自由地去調整它 但是如果你是一個很好的師承的話 那個儀式的可變動性是很少的 那些公爵也是不能亂編的 然後有一個比較主要的我要提醒 因為你剛才沒提到 但是你可能只是不小心沒提到 當時復興天大師 對我這次的採訪 他在恢復的過程中 其實最主要不是依賴 荷明山或青陽宮的力量 是有一位關鍵人物叫江志玲 那你肯定知道 就是那無力衝合師父 他原來是一個火炬道士 就是廣誠一致肯定是固定的 但是真正能做的人 已經其他很多沒有了 是江志玲他肯定的那時候 會被採訪環境去 那是整個選擇道士 全真道士 對 然後那個時候就是 對 好 那這個我們可以再討論 因為很聽到的說法不太一樣 因為是 好 那我們現在就是 這幾個提醒 我們接下來要做 因為我們這個是一個 歷史與大地方造型的工作方 所以在這幾個問題 我們一定要解決 因為我這次又去甘肅 甘回來 又一個很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衝擊很大 來 那個要走 可以讓你掌聲講 你是一下道 那個我跟那個蔣博士分享一下 我不知道有四個區域 那你只設定兩個區域去做這個檢討 我知道四川大概有222處 差不多固定的道教公關有114間 那固定的差不多106間 有這麼多的一個東貫 那你有沒有跟著一個團 有沒有 或者是群真道師 一個團哪一個單位有沒有 從頭到尾把它做這方面的一個 大概的一個了解它的一個程序有沒有 這是其一 那其二就是說 你那麼多你只設立這兩個點有沒有 這樣的一個樣板會不會有沒有 有一些你沒有看到的地方 還有沒有這樣的一個可疑性 因為我知道王秋貴王老師他在四川 他有那個曾經也有做過一個 叫做刻意本的一個會編 那這個部分點有沒有 這個提供是不是用我們這個廣城一致有沒有 有沒有相吻合這個的一個搭配點 這個這個部分點我就很好奇 那因為大概就是說從這個廣城一致 因為廣城一致其實我們台灣有很多 那個也會引用那些的版本 去做一個變通有沒有 去調整有沒有 如果文筆好一點的 就可以把它去做這樣的一個情況 所以我是跟那個廣闔師分享 是不是你在這個 像那個剛剛那個曹蘭老師在講的 其實那個儀式的那個結構圖有沒有 其實都可以炒一個描繪 不同它是依照那個廟 雖然廟是固定的 但是它的排列位置還是也不一樣 那不同的公罐有沒有 它的排的模式跟它的走位有沒有 也不太一樣 包括你們進場出場有沒有 整個的一個這個神聖 那個神聖空間的一個建構有沒有 那或許有不同的一個區塊 如果說有多不同的 這個四大山頭有沒有 這裡有分四個區域 你們分了四個區域 如果說把這個有效的樣板圖表化 這樣或許會讓我們讀者有沒有 會更進一步的了解說 你是在這方面的非常的詳實的 把這些的步驟都能呈列出來 那這是我的一個剛剛聽到的一個區塊 那麼在另外一個層面 在另外一個議題就是說 我一進門我就跟你分享一個概念 就是天真 那有天真像神明 比如說我來這裡依照它的一個屬性 去做這種刻意的這個事情 可是這個主神它本身它不帶有這種 斬妖伏魔 那你怎麼幫它做斬妖伏魔 比如說這個主神 我簡單講像寶聖大帝 它不是斬妖除魔的 你叫它去斬妖除魔 像這個問題點 在刻意上是怎麼去幫它做一個 是召請其他的神明 所以為什麼要請道士 就是說它可以召請其他的神明 來代替做這個事情 還是說我還是請這個主神 去做這個角色的伴依 這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透過神本身 它具有這種斬妖除魔的一個任務 然後來做這個事 還有一點就是說它本身沒有 只有請道士來請其他的 有這種法律的神明 來代行這些行為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奇妙的事 像我們在台灣 我一直覺得說像包括 從我們到四川看完之後 再回來台灣看很多的這個廟 它這個神明沒有啊 沒有住啊 像我最近幫那個鬼骨子 欸 發現了一個問題 鬼骨子它沒有辦法斬妖伏魔啊 它其實也沒封號啊 怎麼辦 怎麼著急 所以我就在思考這個問題 剛好有這個機會 剛好來請教那個蔣博士 這個就你在研究科醫中 你有沒有發現到這個 這樣的一個問題點 那也是讓我們在學習者 我們都可以在多一方面的了解 可不可以請那個蔣博士 就這個議題上 你能不能分享一下 我覺得那個廟的主神是廟的主神 某一刻的主神是某一刻的主神 你懂為什麼 就是說比如說 假設四川有一個廟是 主神是寶生大帝 可是它今天有要講妖除魔的情況的話 確實我的正殿拜的主神是寶生大帝 可是我要打著這一刻 我不會找這個什麼 什麼寶生大帝陣潮啊 我可能就是做北地啊 我可能就是做這個掌心啊 或是什麼 就是今天我選擇這個科醫 我是針對這個現象或這個困擾來做 跟這個廟的主神沒有關係 那不然你說 難道這個清陽中做什麼都請三清嗎 那不是啊 就是我覺得還是科醫你本身嘛 就是那當然比如說今天 特別是清極類的法師 那今天比如說觀音得道日 好 那我們做這個朝科 那可是今天可能我們廟裡面主神是三清 那我們也順便請 或者是我們也順便獻祭 這個沒有問題啊 我再講一下 因為我們在行光文的時候 如果在科醫裡面有時候 必須要行光文的時候 它沒有公確啊 你怎麼送去呢 就剛剛那個超音老師講 你這個問題沒有解決啊 比如說這個主神他沒有公確 那我要行光文有沒有 那我行給誰 這個問題就來了 可以啊 這個就是很奇怪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沒有解決 神明沒有公確 我怎麼送文 這就形成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我很想說 問看超來可不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比如說這個神明他就沒有公確啊 那我光文怎麼送 那個白送的這個 這個我們馬有沒有 你有沒有遇到這個狀況 你可不可以解決道長 沒有啊 因為他確實是很規制的 比如說今天我要求神 我的科醫的主神是誰 那我的主要的奇請的對象就是他 那我上文的對象也是他 那我要護送觀文的時候 我要發送的方向也是他 那跟這個廟的主神沒有關係啊 就是 那我現在就說就是這個廟的主神 也是你這次今天要請的這個的儀式 比如說我們這是那個保生大帝聖誕 那我要請保生大帝嘛 那他生日我來這裡 我請道士來這裡做慶賀眼做一個儀式 結果我要把這個文章我要送給誰啊 現在的問題是這樣 是這個主神 那個只不過在請神的時候 我們把保生大帝 拍個廟的保生大帝請來而已 沒有在 沒有發我可以那個保生大帝 我們再開發一個問題 同學們有沒有問題 好那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時間也超過十分鐘 我問一個跟四川的環境有關係的 我其實對這東西不了解 就是隨便Google看一些資料 但是我看到了一些關於跟農作的關 像保苗 像驅趕這個蝗蟲、蝗災的 或者是保育兒童科威的這些儀式 那它有什麼樣的四川特色 它跟四川的環境有什麼樣的特別 或者它其實可能是從別人地方超來的 也許不是那麼四川 像剛剛講的獨廣 你可能可以看到它 它可能某些東西 它所紫色的一些農作 它可能其實不是四川的地方 會種出來的 譬如說在哪方種到 它不會有大賣的東西 可能它可能從北方全對那裡超來 是北方的東西 我不曉得 這是因為我對宗教的原因 很有興趣 想問問看這方面 我覺得那程度會在這邊蠻厲害的 就是它改的蠻仔細的 對 怎麼太出現這樣一個問題 然後這個地方性來講的話 就是應該就是說 跟地方的主神有關係的話 通常就是一概以這個屬地式的 就是跟這個 我剛說那個就是 就是大家都有條件的放棄了 自己原鄉的神明或者是儀式 我覺得這可能有關係 比如說川主 他在 在胡廣田之傳 就是他在這個廣城以前 他其實是一個不太重要的 和小的流域的神明 可是後來這個 廣城這邊他祈禦 或者是這個和域方面的祈求的話 這個川主的地位就上來了 然後還包括這個 吳香燕 禮賓父子這些 就是他用地方性的傳說的神明 還有包括這個文昌子彤的地位 還有他的功能 在四川就是在四川他的能力是比較多的 我覺得這個方面都差有意識的 在強化就是在地性這樣子 這個也是有的 然後那個關於王初貴老師他出的那個 然後有一本我印鑰匡長稱的是胡天成的 那他做的是 算是比較偏佛教的 可是有幾本那個非常像 就是你就是覺得 比如說把那個阿密圖 我就是很激烈 可是我不知道該怎麼樣去比較 因為他就是佛教的 然後就是可能神乎啊 或者是那個神明就換掉 其實基本上那個結構 甚至很多詞彙是一樣的 可是我沒有辦法解釋 就是我也很期待能夠去深入觸碰那一塊 這樣子 好 非常熱 那個水路太多 對 然後會不會直接把佛教的水路 大概改成了 我想到這裡 其實我覺得 也不只是四川也哲樂的事情 我覺得北方也很多的全身道氣 所以他吸納的對象 他不只是法的系統 不只是道的系統 還有他有說 就來自各個傳統的儀式 都被他廣誠化了 廣誠 還不然叫廣誠 其實水路太的研究案 到松本教授最新一期要出來 就滿多的研究要出來 那裡面到底哪邊互相借鑒 可能還是可以看得更細 我們看看他現在拿出來的 好 那這樣時間差不多 我們就今天到此為止 我們再一次謝謝大家 好 謝謝各位 好 剛才那個惠倫把書拿過來 幫忙一下 我最近就是幫那個編了一本 讓他好一張一下 好 編了一下 真的嗎 真的嗎 對 真的嗎 真的嗎 再上一張 推虎選領 最近我都幫他拿 編了這一本 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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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幫他 母委官 他幫寶元 寶元應該是借鑒 他會有一個經驗 然後 有編 有編 因為他結合不對